我們來講講,就是潘洛銘博士,潘先生,明天時間交給你了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有一點點感冒 所以聲音就辭聰一點,所以我會講慢一點 到時大家聽得不夠清楚,可以問答時間,可以多講一點 好多謝大家今天來聽這個講座 希望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看一下聯遊的走勢 有什麼投資的方法等等 大家可能都是第一次認識我,我都很快地介紹一下自己 我都是在不同的基金公司做了很久,大概有17年的時間 例如在庫立法蘭、佛草頓、河寶,現在就去三星 通常我都會問第一個問題,在未聽講座之前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聽過三星是做資產管理的 請大家舉舉手,都很正常的 很多次我都沒有聽過,其實我們三星資產管理 其實都1998年在韓國成立 我們都是三星集團旗下的一個分公司 我們現在管理大概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的資產 我們有三百個,全球來講有三百個業工 我們香港其實都成立了很久了,我們2007年11月 已經在香港成立了,其實都差不多超過百億的資 不過之前因為我們所講,我們沒有做零售的產品 我們主要做一些機構性投資的產品 我們都有一些例如大中華的股票基金 東南亞、印度一些環球量化模擬的基金 還有一些對沖基金 但是那些主要我們過去都是做一些機構性投資的為主 所以我們去年開始,我們就推出了一些ETF 去年其實我們出了兩隻的 去年二月就出了兩隻做投資期貨ETF 就是港幣的人民幣 現在就出了另外一隻 講回我們的History 或者過去這五年其實我們在韓國都拿過不同的獎 包括了一二年、一三年、一五年 在韓國來講是最佳ETF的基金經理 所以這方面我們都是一個專家 今天,剛才說了,我都會先講原油市場是怎樣 另外,我們有什麼產品去推介給大家 那,原油市場 大家覺得怎樣看? 大家起床 在一個時間看新聞 今天,紐約旗油 價格是多少? 可能到你睡覺前的新聞就是報那個價錢 那,其實油價或者原油呢 其實你會發覺 現在是 天天都見到報紙 無論香港的你見到的報紙 英國、美國 都經常都有一些消息 不過,你會聽很多不同的消息 無論好消息也有 壞消息也有 那,我特意選這三張 其實都會有很不同的 例如你看最上面 就是英國的報紙呢 就講俄羅斯 當多哈會議之後有什麼發生 中間美國呢 就講一個油價的走勢 右手邊呢 經濟日報又講一下 各方面油價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 很多消息 那,先講啦 剛才有個 下午都問了 油價是怎樣 那,你聽很多消息都說 歷史新低 極具升值潛力 那,我們用過去十年 去看回 那,這個圖做很久的 由1987年 到2011幾年 那個就是標普高盛原油 那個額外溫補的指數 那個表現 那,二月呢 曾經到過一個 我們叫過一個 過月十年抵抗 那,考考一下大家 知不知多少錢 三十三 這裡說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那,很接近 是二十六個一號九 是二十一號 是二十一號 我記得 我記得 我應該接近四十五元 是的 那,升了月落 二十六到四五 一百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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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夠 差一點點 八成有很多的了 那,下一個問題 一定會問我 那,四十幾元 升了八成 我本三張沒得升 還有 還有 這個夏湖 它很有 很有 很有技術 那,我們就 有技術性少少 那,我們用彭博的分析 那,彭博呢 那,大家可能 經常都聽紐約旗油 那,其實紐約旗油呢 是一個族稱來的 那,它證明是叫什麼呢 叫做WTI 西德克斯 薩斯中質的原油 那,就叫做WTI 我族稱的紐約旗油 那,因為 我跟很多客戶說呢 大家就沒有聽過 什麼叫WTI 第一,說紐約旗油呢 或者紐約油呢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那,所以呢 我們用這個紐約原油 去,簡單的去分析一下 那,你會看回 那,通常彭博呢 他都定期會去 和很多不同的基金經理啊 投資人行啊 一些專門做分析的 那,他都去做一些搜集意見 那,他們找了三十幾個 通常不定期都去找的 那,三十九個呢 那,在第三季 預測最低呢 那,價是二十九元 中間價錢呢 就四十二元 最高價呢 就七十元 那,大家怎麼看呢 大家覺得呢 下一個月你會覺得是多少 十多 這個很闊的 你想想想 最低是多少 最低是二十九 最高七十 中間價就四十二元 那,剛才都記得呢 昨晚都四十五元了 那,這個第三季 那,跟著再講 那,第四季 第四季最低呢 都是三十元 中間價大家估計四十六 到最高價呢 就是七十元 都很接近了 第三、四季 那,我拿了 17年第一季了 三十二元 四十七元 六十八元 那,如果我掩著那三季呢 那,你看著那三 那,那些數字 你以為都很接近了 那,其實有些什麼 預測 你覺得呢 三季都這麼像 其實呢 就是我右手邊說 其實大家都預計呢 會有上上落落的 就是說,站著四十幾元 不變呢 是不會的 那,例如 你看看過去一個禮拜 每日不同的消息 可能影響了 上上落落幾個百分比 那,我不知道大家 這兩天有沒有看新聞呢 就話說 加拿大 森林大火 那,一燒那怎麼辦呢 就預計可能 有五十每日 最少有五十萬桶 是出不了了 那五十萬桶多不多 多不多 這一刻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 也都估計不到五十萬的多少 那,等一下呢 我會再講多些 你就會知道 原來 開一場火是這樣 或者可能 忽然間 有某個中東國家打工 又有幾十萬了 開不到 那,其實是 對些什麼 最有影響呢 那,就說回 產糧了 那,我就借了信報的圖 那,信報的圖呢 就是講 原油的儲備 那,去到 四月二十號而已 那,因為我會再分享 最新的數據 是怎樣 那,原油 在美國那邊 絕對開始減少 那,但是呢 通常報紙 是不會報減少的 它報什麼呢 原油儲存 那,現在去到 五億桶了 那,這個圖呢 就是由2005年 到2016年 過去這十一年呢 它會走 那,其實現在呢 過去那十年來講呢 是屬於 比較高的水平 那,就是五億桶 那,但是 如果借告訴你 五億桶呢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 五億桶是多還是少 那,有什麼方法 大家覺得會 會重要些 我知道了五億桶 之後 會覺得消耗量 消耗量 不要緊要 兩張slide後告訴你 有一個更加重要 你講 有五億桶 那,你告訴我 你整個美國 可以儲到多少桶呢 即是說你現有 可以儲的水平 你可以儲到多少 大家有沒有 聽過這些數字呢 那,我看回一些 差不多一些大港港 那,如說五億桶呢 已經接近美國 全美國 八成的儲存量 即是說他只可以再儲多兩成 而已 他不可以再多 即是他說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你未來 會有八億桶的儲存量 呢,他是做不到的 已經 因為收了兩成 即是說你多可能 一億 或者一億幾的儲存量 已經儲會了 即是說你再有儲 他都儲不到 那,這個是 即是他重要 其中的數據 那,第二個數據呢 都很重要的 就是說 還有幾多個油井 是會 再運營 那,現在就三百四十三 我剛剛今早提新的 很趣到已經再少多八個井 即是三百三十幾個井 那,即是過去六年的最低水平 那,為甚麼 那些油的鑽油機會 停不做呢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為甚麼會 涉管 涉管 不賺 不賺 那,我記得呢 我去 有一次去 南非旅合 那,我見到 我跟那些導遊說 哇,見到很多黃金井 在那邊 為甚麼這麼多井 不動井不開呢 他說其實這樣的 阿潘先生 每一個黃金井 都有一個定價的 即是 如果這個井要開呢 是有一個 金價去到某一個水平呢 他才會考慮去做的 一般來說 我計到我成本 起碼加兩三成的利用 我才考慮 就等同似地起樓了 我計到我的成本 我預計這個價錢 會有三成的利用 我才會考慮去賣 那,其實都是一樣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支持值得太低 有很多井呢 計到 我已經 涉管的了 那,我寧願 就在那邊 減減減減減減 不開 我等到你上回 下一個水平 我才會再開 那,這個呢 就一般 這個運作就是 為甚麼每一個井 會有自己的定價 那,另外 還有第三個數據 都很重要的 那,也都是 比較小報道的 或者有報道 大家都沒有看的 就是 美國呢 每個星期 那,如果你去 我們說 美國能源資訊署呢 每個星期都有很多數據 那,這個數據就是 美國 原油策略 每一天 他會出的 那,現在平均每天 是八百四百多 那,這個就是 四十二十多 好啊 那,那個時候 已經連續六個禮拜跌 那,你再看最新的那個 是八百八十幾萬個 就是已經連續七星期下跌 那,這個有甚麼重要的意義呢 就是 但是,其實美國呢 可以接下來 供應這個數量呢 是一路跌陣的 每個禮拜都跌陣 那,已經連續八個禮拜 那,其實我們之前 就是,我個人都看了很多大行 不同的research 研究報告 那,這件事 那,其實這件事 我們今年的年頭 已經寫了出來的 不過,可能 當時寫出來的時候 還未出到這個數據 因為 我剛剛說了 八個禮拜跌 那,就是寫了一、二月份 那,是正確的 那,但是這個 跌有甚麼重要影響呢 就是,我們美國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供應油 給全球的國家 那,如果它跌呢 其實 你會預計到 未來 那個供應量 是會一路一路減少 那,供應量減少 就要剛才說了 我要教大家那個 消費是怎樣 那,所以呢 那,下一張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供應額 那,這個就是 全球供應 那,這個是剛剛 四月二十八號 美國的行員 資訊處 它每個月 都會出一次報告的 那,就講一下 全球的供應量 和全球的消費量 那,以最新的數字呢 2016年 第一個年 平均每日計 就大概有九千五百萬公司 供應量 那,借說供應量呢 是不足夠的 那我們有個圖去分析一下 那,左手邊 就油組了 油組就是 經常聽到定期 就來開會 他決定會不會凍產 或者會不會凍產 那,油組 大家聽一聽 知道油組有幾個國家嗎 十十個國家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 油組是有十三個國家的 那,但是呢 就包括了幾個地區 大家以為經常 油組只有中中國家 其實是不止的 知道嗎 還有什麼國家嗎 印尼,亞洲的國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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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拉美 南美的都有些國家 那,油組呢 其實 是佔大概四成的供應量 轉口 所以,上一次多哈這個會議 就說 哎呀 他們決定 可能有機會 動不動產 或者有一些 在想著 會增加供應 知道哪個國家 會來的 增加供應 二郎 二郎 知不知道他現在每日供應多少 大概 五十萬 嗯,那不少 不是那麼少 他應該,我會計算是二百八十萬 每日 他希望再提升供應 去到三百五十萬 這樣啊 講就很容易的 知不知道現實 如果你要 這樣的提升產量 就要多久 或者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 由一個 之前 沒有用過的設備 重新 起過 或者重新 更新過 到你可以 產一個油 出來 知不知道要多久 四五年 四五年就 久了一點 其實現在的建設 就不用太久 即是如果他已經有 是連用呢 再去這樣做 六個月左右 即是 現實一點 因為我都認識一些工程師 那 現在六個月 即是說即使他說我今天 我由二百五十萬到三百五十萬呢 都不會今天發生的 因為都要六個月後 他才有機會 繼續去提升 那 但是去到現實就是 到時他會不會肯去三百五十萬呢 其實都是看一件事情而已 就是油價多少 即是如果油價再回回多些的 他計算了數又會虧本的 那他就不會去做 那 另外一個 剛才我講的這麼重要呢 其實美國是佔了全球 十六個百分之 那十六個百分之 其實都不少 即是剛才油價十三個國家才四成 他一個地方已經十六個百分之 那所以 為什麼剛才我講了這麼多美國數據 就是 即是美國除了 他是輸入很多之外 其實他自己去供典都是很多 即是可能自己供應 除了有自己人用 他都有機會輸出 他是外國的 那所以 為什麼 即是除了油價之外 我們覺得 就是你要看多些美國數據 因為 他在油價 他一定是主導的 因為他供應和消費 那另外一些地方 例如 加拿大 墨西哥 北海 中國 那供應都有五個百分之 那另外 歐洲 歐亞的地方 例如一些 中亞的地方 哈薩克 俄羅斯等等 那些都佔了十幾個百分之 那還有其他 不同個別的國家 都有十四個百分之 那供應量 大家記住 九百五十萬多 那下一張呢 還有消費 那有什麼人是全球最大買家 需要用油的呢 為什麼會用的呢 那最大的地方就在我這裏 亞太區 三十四個百分之 那大家知不知 古蟹有哪些國家 中國 中國 日圖 日圖 都是 還有呢 日本 我這裏真的很熟 還有呢 是呀 還有呢 澳洲 澳洲 印尼呢 已經去到一個情況呢 他自己供給自己都不夠了 他要出去賣 賣 以前他只是賣油的 現在反過來他要買油 因為他經濟發展得很好 他自己供應的油都不夠了 那所以 就是那個需求呢 亞太區域平均是很強的 那北美都一樣 北美就包括了 美國 加拿大 還有 西方的 他都叫北美 那都25個百分之 那歐洲都26個百分之 那中東呀9個百分之 南美8個百分之 4個百分之 就非洲 那 以 4月26個計 是940萬 每日 供應 那其實 你看看環球的 供應 和需求 其實 差多少 每日 大概差 100萬兔 那 剛才我講了 一個加拿大貨災 沒有多少兔 500萬兔 預計幾個月 另一個國家 這個白空 也有預計沒有幾個萬兔 那所以我想 我們就會 客觀點去比較 就是 你看看環球的數字 去比較 那個供應 和那個消費 那油價現在 就是由低位 我們覺得低個支持 就是因為 大家的供應量 其實一直減少 但是那個需求呢 其實 不是很明顯的 減低 雖然 可能你看看很多經濟的預測 例如世界人學 他預計全球的經濟增長 其實都 放慢了少少的 但是那個現實就是 仍然 你看看 那個供求 不是差很遠 就是剛才我講 100萬兔 其實可能 再發生兩三個事件 兩三個生貨 那可能已經 有 有正供應 變成負供應 所以 這個真的會 我們覺得只是看回 一些比較 民觀的分析 你的需求是怎樣 你的供應是怎樣 還有 只是看回一些 可能整個行業 可能整個行業 預計油價的走勢是怎樣 那 講完一些油價 等等 可能你說 我都想 希望去投資 其實現在通常 都有很多客戶 想去投資油價 那可以買 通常會做什麼 買一些石油相關的股票 那可能可以要財 直接買一些股票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知不知 香港可以買 跟油價相關的股票有多少 有多少 有多少 其實有得數嗎 大概 整個行業 整個行業 三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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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相同一點 那如果你計算上油 中油 下油 我問過機器官員 大概有三十幾個相反的 即是你跟油相關 即是由我講的 上油 中油 下油 都有關的三十幾個相反 但是 這個問題就是 這些公司 它表現 不是只有油價 影響它 因為股票 都有股票 一些叫林業相關的基金 即是買一些環球性的石油 或者相關的公司 那知不知香港有幾隻 這些相關的基金 都不是很多 都不是很多 一百隻 兩隻手數得了 那九隻 是的 那你去證監會的網站 去神聖摩領沙分 那裏都會找到 那 那 他們 那天買回 我們所說 是雙骨油的公司 那 剛才我講的特性 都一樣的 即是說 你 買一些油公司 都會有 除了原油之外 其他的影響 那所以呢 我們公司 就出了一個 比較新的選擇 給大家 那 那就是 三星標普高盛 原油ER 期貨ETF 那 那個名字雖然長一點 那一陣子 我也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名字叫那麼長 那第一呢 政監會就規定 所有的ETF 都要跟一個 指數 你會追蹤的指數 是要明白的 那所以這個名字 三色就是我們自己 標普高盛 原油 期貨 那有一個指數 就是它的全名來的 那 這一隻 我們4月29日 拿著我 那天大家有沒有買報紙 那其實 你的藥材都會見到的 無論是信封 農業經濟 那我們都是 是投打的 那 讓大家了解了一隻新的 東西 推出 那 片段很簡單 3175 那其實 我們是第一隻 做原油期貨 因為之前 可能你看到很多 商品的 ETF 但是全部都是實貨的 包括黃金 或者其他原油的 那我們這個第一隻 是做原油 第二 都是第一隻 做商品期貨 之前只有商品而已 沒有做期貨的 那 相對來說 你真是可以 看著那個 油價 去反映那個市場 那 我們那個 定的最低 即是 每手買賣單位 是比較低的 大概就二百個單位 那 以我們昨天收市價 大概 十三分左右 那 你即是不用三千元 你就可以嘗試去參與一下 那 我們本身剛才說了 三星我們都做了 好久一點 我們說了 定食 商品 我們去充反響 等等 不同的這些 那我們都很耐力試的了 那 產品其實就 很簡單的 那 你手手上 都有個flash sheet 那我都說 其實我的策略就是 我們收到多少錢呢 我們買相關的期貨 例如一百元 我們會買一百元相關 那但是 那個期貨 我們會 你知道可以有保證價值 那我們最多 一個以上的percent 剩下一個八百 就是現金 那如果我們用不到二十個percent 剩下的錢 我們都會放一些現金 短期的 可能貨幣基金 一些證監證可 那些 那我們就會保持那個動性 那 為甚麼要 即保證動性 因為 所說 如果大家曾經買過期貨 都知道 當 例如恆生指數期貨 恆指升了 因為 你那個 保證今天要提升 即我們俗稱的 補花轉 即補花轉 大家要記得 不知升 不知跌的 升都要補的 即一路要補上去 所以我們都會定義 靈活性 做一個大一點的分比 但是 現實運作 未必需要比我們更高的 那 講這些 即是基金最重要的 那個是一個 團隊之外 就是基因兵 那我想介紹一下 我們的基因兵 叫金小姐 那是一個 海國人 學校的女士 那 她那個 背景也很特別 她是我們 韓國 三星集團 的 管理建築生 我們俗稱的 那在韓國 你要知道 所有的畢業生 都很想去三星做 MT 例如 例如香港很多人 畢業都想去匯豐做MT 知不知匯豐每年 請幾多MT 高伯利 高伯利 去requit 我沒想過 不是很多 二十個 所以 我沒有記錯 要過七關 最後的關 還要去牧敦做檢查 那 三星都很嚴謹 就好像沒有七關那麼多 不過即使你過了那麼多年 如果你再要去兩個月 去intensive training 就是培訓 那些兩個月都過關 你才可以正式成為一個 管理 就是叫管理建築生 那大家要明白呢 韓國呢 都是比較重難輕的國家 那所以如果那個女士可以進去呢 都是 都要多厲害 那他2006年就入了我們公司 那2007年呢 他就調配了去 我們拿姿勢盜利 那 他出名之處就是 他都是第一批 最早的基金經理呢 是負責 我們的商品的ETF 在韓國我們都是出商品期貨 那另外 整個亞太區呢 我們公司都是第一個出 反向槓桿 那他都是第一個 即是其中那幾個第一個 是做幾件經理 做到 15年呢 就調來香港 那所以他在做 剛才說 無論貴貨 無論反向槓桿 他都是很資深的 因爲如果你亞太區來說呢 他已經是最資深的機會的 因爲 譬如 香港 日本 台灣 都沒有韓國 韓國09年也出 美國06年也出 那所以 亞太區 他是最先 如果以環球來說 他都是 比較早那批 真的基金經理 有這麽長的能力 那另外 會有 因爲同事 就是負責幫他 陳先生 去做這個 那所以 我想你看這支 除了要看公司之外 基金經理也很重要 就是看他過去 看他整個 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或者他懂得去管理 或者過去的 那個行政是怎樣 那這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 情況 那除了基金經理呢 那我都會講一些 一些的 很簡單的資料 例如 三星 你這隻 ETF 那其實那個收費 那管理費 就0.65 新台費 0.12 那總收費 最高我們預計 是0.99 那 那 我們 就是所說的 就是會用匯豐人口 那 很多人都會問 參與有什麼交易商呢 我們有 招商 夜村 波金士丹利 莊家 最低的那裏 就是招商 和 commerced bank sorry commerced security commerced security 可能大家會比較密集的 其實是一間很著名的德國銀行 其中一個集團 而他最著名在我們 ETF界 或者可能你會聽到 衍生工具界 就是他做很多 的ETF的莊家 Future相關的 那所以 為什麼我們都找他去 幫我們做其中一個莊家 就是 他這個是整個亞太區 歐洲 他都很著名的 那這個都是我們 特意找他配合的 那 那 ETF 除了一隻 基金經理 最重要的是一個 就是指數 為什麼我們說指數呢 所有ETF 成不成功呢 指數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說 一個商業的貨盤 如果這個指數 是 不是一個好的指數呢 其實會影響了 我們基金經理整體的表現 因為我們追蹤指數 完全跟著指數去走 那麼 標譜高性原油 為什麼這麼長呢 其實都是講一些歷史 那麼 高性商品指數呢 其實就1991年已經成立了 就5月1號 所以剛剛過了25年歷史 那麼 它是第一隻呢 我們叫做 可以投資期貨相關的指數 就是大家要了解了 不是所有你聽到的指數呢 都可以做投資的 有些指數是不行的 打個譬如 其中有一條很出名的 大家說我俗稱的 商品大王 有份抄襲的商品研究局 叫做CRB的指數 它很久的 1957年 雖然1958年成立到 不過 它只是供應 告訴你 可能是一些商品的價錢 但是它是沒有做到背後的東西 怎麼去計算一條公式 怎麼幫到可能一些ETF manager 可以根據它的指數去做一些投資策略 它是沒有做到一件事情的 所以高性這條呢 才是第一條 真是可以做投資的相關 那麼高性呢 它在2007年 就將這條指數 就賣了給標普 標準普爾 指數公司 所以呢 標普普總 將它改名叫做 標普 標普高性 GSC 商品指數 所以這條不長 不過 為什麼 再長一點呢 就是2012年 標普和杜奇斯指數 合併 那麼 它就變成全球最大一個 專門做金融市場 指數的風景師 那麼 那麼它有多大呢 如果以它可以提供一些指數 給全球基金經理 等到它做投資 就超過一百萬條 所以 就是它的選擇上是很厲害的 就是我們 喜歡這個背景 因為它有能力 可以支援了我們做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要這麼想 一個指數公司 其實背後都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 就是它的服務啊 它的能力啊 它的過去的經驗呢 每一間ETF的經理人 都要看得很少 看它可以幫到我們 那麼 那麼 第二樣 就講回 我們那條指數了 那麼 剛才所說呢 我們跟回標普這條指數去做 那麼 我們這條指數呢 其實剛才說了 追蹤了 紐約 原油的期間 那麼 我們會 所說呢 是追蹤最近 那個月 和第二近 的合約期間 那麼 所以是最近和第二近 那麼 所以我們轉倉的時候呢 都是會最近那兩個去做 那麼 那麼 為什麼我們選這條指數呢 就是 我們覺得這條指數 是最能反映 真的有無限的改變 最近那兩個月 所以我們不會選 一些可能比較長一些的 可能跟你說 我們是六課二之後的 或一年之後的 那麼 如果那些是 都可以去 即我講去做 不過我 油價的反映 就會有一點距離 即大家都很簡單的 你們可能明星期一 我們要去看看 恆子期貨 六月份合約 和恆子期貨 十二月份合約 那個比較 你就知道 可能合同性 靈活性 它的價錢是怎樣 所以我們就希望 可以盡量追蹤的容量 所以我們就用到 最近這兩個月 跟他去做 那麼 那這條指數呢 其實在全球的地方 都有基金幣去用 包括美國 韓國 英國 台灣等等 所以 總結來說 標準普爾 其實我們覺得 它是一個 最有信譽的指數 好處 因為我已經說過了 它很多不同的指數 很多不同的複號 我們都可以幫我們做到 那麼 分享完結那裏 就到最後了 就會留下一點風險那邊 那其實呢 每一隻新的ETF呢 那你要看回一些 我們說的 支付說明書呀 產品各業呢 都會 通常會有一些 這樣的風險 包括了 你是新的 新的基金啦 你的新的產品啦 你投資 甚麼市場 你石油市場 期貨合約 很正確到底 那這些是 基本會寫的風險 那 詳細呢 你可以再看回這個 好了 無實說的 KFS 不妨給我一個很詳細去說 那這個呢 就是主要的ETF啦 那另外呢 軟油 期貨呢 我們都會有一些 特定相關的 包括了一個商品市場的特性 剛才我講的 就是你的商品市場 是甚麼來的 你的軟油期貨是甚麼來的 另外都會有一些 哦 講專家的風險 你會是 有正假差 你假差的風險 那等等 那這裡就會 詳細可以再去說 但是我想再分享多一點點 我們網上有些甚麼資料 給大家看得到呢 那就是包括了 我們公司 無論3175 或者是之前兩 兩隻的基金資料 一些基本資料 超顧說明書 產品概要 那之前那兩隻 有一些的 我們講的 報告 那我們一來 叫做投資者教育 他會將剛才我講 甚麼叫期貨合約 甚麼叫原油等等 其實我們都放在上網 中英文都有 那另外有些公告通知 那特別我想講 是最後那個 房真分析 那其實我們出這隻的 原油期貨呢 我們就會做了一個 叫房真分析 兼著simulation 那其實最重要 給大家看兩件事 第一 就是這隻基金的NAV表現 對比上油價 另一個呢 就是油價的表現 對比我們選擇了的 指數那個原油期貨的指數 那個情況 那收入投資者 可以 即使你未買資資 可以看到那個 基金表現的 油價 和指數的表現 那就更加了解清楚 多些 那 那 那 我們還要去大陸市價錢 我想補充多一點 那 那 都知道大家可能 就是聽過 紐約原油期貨 那 我們都想簡單介紹一下 可能你除了會聽到 紐約原油期貨價錢 都聽過叫布蘭特技 那 我們特地再拿到一個 可能大家沒有留心 叫做 杜拜原油 那 那 這裡有三個 叫做原油期貨 可以做投資的地方 那 但是為什麼我們選了 WTI 或者叫紐約原油呢 那有幾個原因的 那第一 它是一個全球最深 和最流通性的人 那 何謂知最深最流通性呢 那我就講講它的交易時間 那 我想問大家知不知道 恆生指數 期貨 交易時間是多少 平時 星期一至五的 早上九點第一次 到了 四點鐘收市 接著就開夜期 去到十二點鐘就收市了 那 在美國的商品指數 包括這個 原油這個 就是二十三小時活作的 那就停一個小時 那就經營下令時代 東令時代 那 而它 剛才說 WTI 剛才說了 紐約原油 對比布蘭特 和 你說這個 導反這個 它是唯一一個 是可以 做實貨交易的 所以 都會有很多 和石油有相關的公司 會做這些 包括了 航空公司 或者是製造油 或者可能 我覺得我需要 用油去做一個對沖的 我們都 那些人都會買這些 期貨合的 所以你看看每日 平均有八十五萬張 即這些期貨合的會做交流 那你看看 他遲初 大概有三百萬元走 他在說 差不多三十萬元 幾年 那 他都很久 1983年 已經開始 就是可以去做了 那 有可能是用實體交易 那怎麼辦 那其實呢 我們因為 只是做期貨 那我們就不做實體交易 我們做一個 就是ETF的認識 那實體交易是會有的 因為有些先說 有些公司可能 我買了一個對沖 之後 我可能 我不下期了 我不轉倉 我要拿實貨 這是可以的 不過他要有一隻船 有很多原油桶 儲存好了 還有人去管理 那 在我們 投資角度 我們就不會做這個 因為 成本是很高的 我們只是想 幫投資者去 追蹤他 連油 其貨合約的 所以我們就不會做這個 不過實際上 這個市場 為何貨合約呢 就是有很多公司 是可以 最後 我真的不說了 我買了 我不會合約了 我不想絕倉 我想收回實貨 就是這樣的 不過我們這些 這些人就不會 做這個 就是 這個是 大家不同的 投資的目標 我們就 主要就是這樣 到這裡 差不多了 可以開始 問一問問題 可以 這個 好 那邊 那邊 那邊有 一位 客屋 那邊 那邊 有位客屋 我要重申一次 我們這隻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潑壞的 我們只可以買這個 但是如果你說 基本上我們只是不買合約的 所以旗有合約 即是說家事和律師 我們就跟著又加點 我們都是沒有去做的 就不可以做到錯的 即是不可以沽默的 不可以做到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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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做對沖的 即是大件 是的 我們就 即是簡單一點來做 我們做長倉的 是的 如果你是這樣的意思的話 叫你做 如果看你的市場是怎樣的 那你就全部變成現金 就要等了 我們主要所說 我們是買其他人的 我們會看回那個情況 那其實 那個運作就是 我們看每日有幾多 有幾多 有幾多 估售 我們算回那個 多令潮 跟著我們再跟回那個 整個 組合 去做那個 去轉創 或者怎樣去加價 大家 例如我們現在有 一億四十多萬 整個資產 那每日交付 大概是二百多萬 至三百萬左右 我們會看回當日的 交收最後我 我結算我有幾多 我稍微要做 他會改 即是你做官的 即是加多 或者加市 是的 是的 我們沒有潮的 其實要有潮那個 就要等 另一些產品 即是放到公開才有 即是 這個就是沒有的 現在所有的 現有的ETF是沒有的 不過 如果你再仔細一點 其實每一個 證監條例下 你可以做 即是說 但是要有 適合的產品 你才可以做 但如果 以一般去存放 去做法 是不會做這些事的 是的 另外一個新聞 如果簡單的說 你今天的狀況 即是說 如果看到原油會升 何時買你這些 升水 便有好處 都不一定的 即是我用回這五日 這六日 這五日是比較的 第一日 我們開啟了 4月29日 那天原油價是升的 那天的交代是388 那這個禮拜 上上下下 就有200多萬 每日平均 那我想我們 基金經理的做法 我們不會 有一個方向性 我猜它升還是跌的 我純粹跟蹤的指數 即是一個有價期貨的指數 它是怎樣做 我們怎樣做 它是升就升 它是跌跌 我只是去管理 我多少的合約 好像剛才說 我要家庭去選 我們就不會有一個 人為希望 這樣做 他怎樣怎樣 就沒有這個 所以我們EZF 就這樣做追蹤 即是我們是被動式 就是這樣解釋 是的 好 那另外一個 Eater想問 就是網站寬三 他說三星的ETF 和美國的ETF Oil 有甚麼分別 除了港元和美元的佈價之外 還有甚麼分別 他說三星的ETF 是用期貨的 會不會比Oil更加有風險 如果美國加息的話 這個ETF 又會不會成本上漲呢 你Oil是指哪一間公司 因為美國有很多隻的ETF 還有 我想美國那個監管制造圖 香港也不同 是 那個ETF就叫Oi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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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Oil 那我大圍些去說 其實你要這樣看 香港就會是證監和港交所 所以全部都叫做ETF ETF其實是一個基金的模式 所以就要根據所有基金相關的條例 在香港呢 就要同一時間要符合 政交的條例 也同一時間要符合港交所的條例 那美國呢 你要了解些它是否是ETF 那為甚麼呢 因為美國呢 你要做這些 我們要做 有或原油相關的投資工具呢 它不一定是ETF的 打個譬如 我再確認Oil 你是指哪一隻 那但是 美國其中一隻很出名的 可能所說的 機構性投資者呢 私人彈頭等等 都說的叫做U.S.O. 那U.S.O.呢 你要知道 它不是在SEC登記的 或者可能你聽過 我還要說一些很出名的 美國的ETF公司 尊重S&P200的 那那些是SEC 美國政監會登記 那 就要說的U.S.O. 或者可能有一些叫 不同的名字 它會在 美國商感交易所登記 那 兩邊的監管條例 是有些不同的 通常講的是叫ETF 一團有條追蹤指數 好像我們這樣 標普高盛GSCI指數 但是剛才我所講 如果你在美國商業交易所登記的那些 比如說USO 它的指數是不需要 好像我們這樣 要拼請一個第三者的 我們覺得指數的供應商去做的 可能會自己定一條指數 那跟我們比較就有少少困難了 因為我們所被人看我們做得好不好 我們要看我們有根據指數做的 那那些的是 你連這條指數都是甚麼都不知道 或者你看看他上網 看他的超股視頻書 他都無法告訴你我們怎樣做的事 那我想那個是比較性同的 第一 第二監管的又不同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稅務問題 就是 香港的 如果你說用回第二 第二監管的稅 那香港就豁免 那在美國你做投資 那就要看看你是甚麼身份 就是 你可不可以豁免到稅呢 那美國通常有兩個最重要的稅 一個就是資產一起稅 一個就是 我們叫做 排息稅 就是這些是稅務問題 那我不是稅務專家 我不可以回答給你了 但是你如果真的投資在香港 或者美國 最重要要看兩件事 第一就是 那個稅務問題 第二 你 在甚麼時段可以去管理到 即是你在香港時段 還是在美國時段 這個 第二個去看 那另外問 就是 加息 會不會對我們的 DTF成本上升 那 基本上呢 就 我們 主要的成本 剛才說的 即管理費 信託費 和其他的費用 那我們就 一般情況下 就不會有特別 影響過成本的 但是 反過來 如果美國加息 對我們可能是受惠的 因為剛才說 大部分的錢 都是不放在港幣 那如果 美金升 加息 那港幣加息 那我們其實 就會多了一些 稅收 那所以 就是有些少不同 因為我們 不是 可能說 我們不是主動的 投資某一些股份 所以那個加息 它會有 好不好 這個影響 我們主要是追蹤那個指數 那如果你說 純粹看加息 過去對商品 有甚麼影響 那就大部分 當然是好影響 當局差的影響 因為如果 當你加息 有通脹 其實商品 都會常升的機會會大些 那所以這個 如果你說純粹比較 那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這樣的影響 好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我想問問 關生問題呢 好 那些事 是 我想問 因為本身 香港的美國指數 他們都是隔四小時 是 是 你們這個ETF 只是在香港的交易 市面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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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電腦上網 二十二小時推定 那裏 那裏 兩件事 二十三小時 就是講回 美國那個 商品交易所 那個 可以做這個 原油期貨的交易時間 看回我們的ETF 你們可以買的時間 來香港 交易所的交易時間 是的 即九點半到四點 是的 中間食法時間 十五點 遲到九點 是的 那所以 我想講 二十三個小時 所以 你看到 這些期貨油價 是 都會繼續動 即不是說 你看到 早上的那個價 在亞洲時段 到夜晚都會動 因為那個 整個系統 是會繼續動 所以那個期貨 即那個原油期貨的解釋 都是會動 是的 是的 是 館長好 我剛剛看過 他們的成交都很高 嗯 是 成交問題 我想問問 你們每天都會做 trade 我們可以每天買賣 是 那你怎樣反映 你的價值 和你能夠合到 你的流通量 因為那些抹價 可能挺不錯 嗯 那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問題 流通量和抹價 好 好 逐點回答你 第一 你說二百幾萬不好 其實如果你隨隨看 這幾天的排名 我們都是十五名以來 大概 那其實 香港有百幾隻 二幾個武器庁 其實我們都叫好的 就是 我們百幾隻之中 我們新出都排到十幾 其實都是一個 合理的排名 就是全新的 那第二 我們有兩個莊家 其實我們這幾天看 就不止這兩個 我們叫做 就是指定它用 那有些可能自己 它不特別的指定 它都去幫手創盤的 那那些是它自己去做 那我們看回 其實那個抹價大概三格 就是對比回 可能有些 可能你做一些騎士公司 他在說六格的 那我看回這幾天 我們主要三格 是的 那還有 我可以跟你說 你可以試一下這些莊家的 就是 我想和 矮的和股票 最大分別 你可以 擺近一點的架 試一下它比不比 是 不一定說要排隊 就是 可能 我都接到很多客 都說 會不會好像股票那樣 我要排隊 那其實 我想莊家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 它覺得合理的 價錢給它 所以 如果你想上去試 那你可以先試一下它 通常是三格 那你 那你 就是你不需要定了 就是要好遠 排好遠 因為我們這些 看到很多客人 排得比較長 但是其實它不需要排這麼遠 都可以 都知道 所以 這個我想 如果你說對比 我用這五人 這個成交體力 大概就是這樣 好了 你們的問題問完之後 潘先生有些問題問你 他有三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 跟你們交流一下 那 但是潘先生的問題 它是有禮物的 潘先生不如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禮物 你覺得這瓶少許有 那 這個是一個 我們 慶祝我們 潘先生上市 以前上市的 一瓶酒 來的 希望有一點心意 那 那 那 怎樣去問 怎樣去看 你先問了問題 看看 哪個舉手 就你選哪個答 那 那 那 最簡單 我們先問一下 好 我們這隻 3175那個主 哎呀 哇 有個舉手 好 你回答 你回答 三星標普攻成員 由ER 潘先生 沒錯 好 送給你 恭喜你 多謝你 好 那第二條 更加簡單 我們的 ETF 號碼是多少 3分7 沒錯 多謝 多謝 好 最後一份 第三條 難一點 剛才有說 是 我們的基金經理 是姓什麼 沒錯 沒錯 恭喜你 好 多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bullied 겠 這麼快講話 那些油都近期來講 就有少少轉定了 我覺得不會跌得太多 因為油價再跌 俄羅斯 沙特 美國 以至中國 都沒有保存 再跌沒有保存 還有油價跌是會有個通俗效應的 所以油價是會在這裏 5到8%之間的區間 一段次幾 都建立了一個底 一個底起碼都三個月 可能會有些長倉會進來的 好了 廣告其實來講 這個5月份是比較難查的 上個禮拜有沒有人聽過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上個禮拜已經講過了 這個市一六年可能會有一個 雙頸 會有一個雙頸 一會畫圖跟大家談一談 在未講廣告之前 我們先看看A股 其實它的走勢很差 升一些我不講了 大家看看它走勢 即是說整個A股 A股由去年6月12日第一浪跌到7月9日 反彈回到7月24日 再跌到8月25日 之後上回到12月23日 回頭到今年1月27日和2月29日 這個相比 這個是今個月13日 這個相比 那就是跟大家講什麼事 第一個跟沙羅來財富效應 這裏是負的 因為高台A股 股股心兩地市值 大概70萬億以上 來到這裏大概是35萬億 那就是中間的蒸發了是35萬億 35萬億我當你百成是大股都持有的 那出現大約2成就是7萬億 7萬億當中 86%是省戶 就是省戶大概5.6萬億 是蒸發了 輸了就是輸了 那這個浪那這樣輸發 其實最值得檢討的就是這一下 本來由4570元跌下來其實是很正常 但是這一下升上去 其實來講一個人開20個戶口 場外的配置 就是說市場是瘋狂的 如果當時是閘了去 一個人不准開20個戶口 不准場外配置 沒有這一局 沒有這一局 就不會有這一局 就有這一局 中間這一局是有的 但是不會有後面那一局 你想一下一下下來這個殺傷力 第二局第三局沒有人走得來的 如果你說在高台上面到低位 跌了49% 一百萬不見五十一萬 但是一百萬你買五百萬股票的 那就是說輸特有多 那還有一件事 那個政府啦 社會基金啦 社會基金啦 那些什麼 政府基金啦 維穩部隊啦 大股東啦 券商啦 及錢啦 買了一陣 這一陣由3373 買上4184 現在鎖住了 第二陣由2850點 買上3684點 有一部份是鎖住了 而且很大部份鎖住了 那就是說呢 散戶呢 是輸了很多錢 一些維穩的基金 大股東 券商在這裏呢 也都下了不少 來到現在就很尷尬了 因為這個商底反彈之後呢 見一見3097已經是回頭了 有些人就說在這裏 進行一個挺固 其實一個大型的下降三角 第一個頂 第二個頂 第三個頂 第四個頂 現在呢 如果跌穿了 早前有個低位 2985點呢 時底 如果有這樣的環境 這裏股時底 你猜港股又沒有人下來了 萬七啊 萬七點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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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我講的 你講的 我講的 那好了 那我不猜這裏了 我們再看看美姑發生的事 第一個頂 去年3月以後 第二個頂 去年5月19 第三個頂 今年4月20 這個是三頂來的 中間有幾個低位的 一萬八 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一 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一萬五千四百五十 一萬五千五百零三點 即是大約一萬五千多 是個區間 那這裏呢 是2014 這裏是2015 一萬五千六 即是說市已經在兩年之內 走在這些區間裏面 一路走在這裏 整個美股呢 暫時來說 出現了中期的三頂 過不過得到很關鍵呢 因為近期有個高位去到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七 距離這個歷史高位差很少 但美股現在市盈率是二十倍的了 二十倍的了 唯一美股不下 就是資金了 因為美國量化 之後雖然沒有量化 但我覺得呢 經濟如果持續這樣不明呢 它現在十八萬億多國債 那如果加細人一利息呢 它每年要多四百多億 我想會加不到很多知識的 哪有水呀哪有錢呀 我沒看錯的話呢 還有挑意識 繼續引銀子 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照他意思講 我沒講他應該是QG成的 數字 即是呢 它會繼續引銀子 包括歐洲也都加大量化 日本呢 雖然這一次沒有加大量化 但它沒有第二條出路 你說全世界在引銀子 你的資金走去哪 因為阿爺都在引銀子 阿爺呢 你新增貸款都在引銀子 不斷這樣引 即是現在環球的資金鏈呢 只會越來越多 但那些錢呢 不是落了你們的袋 不是落了我們的袋 不是去了實體經濟 是不是去了金融市場 走來走去 要是外匯 要是股票 要是商品 走來走去 所以我可以跟你講 那些錢無論跌到多少都好 那些錢不會跌死的 因為股市是永遠講直迫的 現在這一分鐘沒有直迫 要是踩 踩到貢上了 收夠醜 它又再來剝價 因為那些錢根本上 沒有太多地方去 對中基金拿著錢 它要去找項目 找投資 全總基金 天天都收到錢 天天收到錢 天天都要投資 只不過就是 因為市跌的時間 他們又保守些 賣公用股 賣公共股 市譜的時間 就進取少少 如果不是錢多 騰訊 怎可能拿著 一百五十一一百六十萬 唯有六十八百元一股 萬多億市值的股票 這麼容易 真是 錢多 你猜如果有一陣子跌 一萬七千五百點沒有關鍵 如果跌穿了 會有大一點反覆 但是都是高台整股 因為底部金融海嘯之後 是六千四百六十九點 六千四百六十九點 升上來差不多升三倍了 現在在萬八到萬五之間 上上落落 就是屬於一個高台 我不覺得美股會跌穿 我不覺得 雖然有些人說 美股會大跌 我覺得 都是這兩三天走 來到這裏 錢又集了下去了 當美股去到這個環境 這個區間的時間 偏險的時間 全世界的地方一定有事 交交你交交你交交你 那你就避險了 你避險些時候去哪裏 全州裡面就在那裏 又沒有事 這個遊戲會持續的 就是說 A股是反覆偏遠 是屍體的 A股一定要回到第一個低位 三千三百七十三點以上 才可以脫險 但我看現在暫時很難 美股是處於高台的一個整股 港股適逢五、六月 是有少少難看的 因為三月份是有一個 叫做公司業績公布 加上市業績很多 所以有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五月份是中期反彈的延續 四月份 到五月開始 無以為計 你要炒中期業績的 起發要到七月份 五、六月份 暫時來說 市場的氣氛會淡靜 這個是傳統一向都是這樣 但是今年的五、六月份 可能會有一個波幅 現在我解釋給大家聽 先看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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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說它這麼延長呢? 因為浪頂是去年4月27日 現在根本上的跌浪就是一個不大型跌浪的延續 這是第一個步位 去年1月6日的市因為在4月份爆破25,000點 成交很快,你們各國去追 那時候有很多廣告我已經指出 17、18元要買中人手 因為當時A股仍然是2,000多點 是湧著上日 你不買你三十多元你都會買的 結果很多人是見到40元 翻轉30多元貪便宜買 一萬當然錯了 問題就是你一下2,000多億追上去的時間 是你們去追貨的 廣告數二百多元去到二百五 第二天急跳上三百元 你個個還不瘋了嗎?瘋了的 跟著翻轉二百七二百八就貪便宜賣了 就是那個基本上是一個成功的派發 第一輪的派發 那市在頭一輪升了5,276點 當大家陶醉在升浪當中 第一個派發回頭二萬七不肯走 第二個派發二萬六加絕都不肯走 沒有人相信會大跌的 結果想怎樣呢?跌到七月八日 到跌五千七百五十三點 當狂發覺醒了 跌了這麼深更是反彈的 反彈7月二十四 這個是最後一次走貨的機會 但多數人都不會走 不單止可能還是扣扣先 扣結五隻貨 即是說那市經過2798點的反彈之後 你不會走回頭再跌多4,769點 這兩輪的急跌已經奠定了一個成功派發 第一輪派發第二輪的派發 去年去到九月二十九 其實整個浪在這裏開始下跌到現在 一直伸延著 你不信你問問自己問其他人 有沒有人拿著二萬五千年樓上的貨 大壩大壩 這就是一個浪跌下來的一個伸延 好了 去年的市是跌了八千二百二十一點 待會我再講 這裏有一個復線的 待會要講的 九月二十九到十月二十六是一個反彈 因為急跌過後 這個反彈升了三千零五十五點 但沒意思的 因為這三千零五點 跨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很多人說市在這三千零年走上走落 沒有怎麼跌 錯了 十月二十六 十一月二 十二月四 十二月二十四 根本上是換步廣落 這個是第三輪的派發 即是现在无论市怎样升 一定要吃第三轮派发的货先 不过很对不起 市由10月26这个中期的跌落 去到今年2月12日的低位 跌了5145点跌了15个星期 一般来说一个中期的跌落 跌15个星期差不多 因为技术上已经超卖了 当然有些高台有些沽空了的回报 多多少少还有些钱剩 还要及的 输了哪肯认输 这个造就了的市已经具备了 是止跌而反弹的条件 加上3月份很多业绩公布 有些公司的业绩都不差 回控的息都很好 内存息都很好 有些沽空款如果它不回报的话 它就连股息都要赔给人 如果是288 287 286 300元沽空那些 华智里两元食物赔给你 但210几220元沽空那些 我想它不会无这个风险 回报先 所以造就了一个市 出现一个叫做中期的反弹 2月12日到4月28日 市都跌了15个星期 升回10个星期 其实很正常的 一般来说一个中期的跌浪 是大约15个星期 16个星期左右 不会太多的 至于一个反弹 4到6 6到8 8到10个星期都无所谓 但在平时的月份来说 可能4到6个星期而已 但在3个月份 直接公布的时间 是可以伸延到8到10个星期 但多个10个星期以上 就不是中期反弹来的了 可能是中期升浪 这样怎样界定中期反弹 和中期升浪呢 要看什么呢 是成家压 整个月的成家压 没有一日多过900亿 大部分时间500亿600亿 即是说这个根本上 不是中期升浪来的 是没有条件 成立一个中期升浪 那何时这个升浪会见顶呢 很简单 4月28日是上个星期死 到4月29日 第二日它已经跌穿10天线 如果你一个中期升浪的延续 怎样可能跌穿10天线呢 即是跟你说 这个根本上就不是中期升浪 如果都不会走位的话 就自己咬顶而已 到这个礼拜 二年 礼拜一 公断隔颈 再跌穿20天线 那已经是跟你说 这事已经是泄了气的了 星期三四日中 几度跌穿50和100天线 但是到礼拜五呢 正式跌穿 100和20天线 最低到这一度 那接近4月8号的低位 那所以呢 技术上呢 有点头头的 因为呢 由4月28日 去到这个是 5月6日呢 头尾都是6日 6日的市跌了1596点 是急了少少 所以有少少短定 好了 讲回这个中期的升浪先 升了10个礼拜 升了3376点 很正常啊 问题就是 这个3376点的上升之后呢 这个技术上应该是中期的反弹 反弹完形了之后呢 因为市一般来说有两个形态 其实应该有三个 如果大成交 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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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得一个形态 一直升 发展成为新的中期升浪 就是好像这一站那样 占中的时间呢 市是二万二 秋路上二万3300点的 10月份占中是月球升到月底的 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 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不出货的那些 现在就不得了 我没见过 整个金钟 整个旺角被人占了 所有生意没得做 这件环境 你跟我讲的故事会大升的 我打死都不信了 很正常说不入市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是 去到去年四月份 突然间二千多亿成交哦 老实说 一见到二千多亿成交 你不记得占中的了 你妈妈都忘记了 拿高三就就掉下去了 等得来就蚊子睡了 结果这个浪就升得很急 就是说 升市具备一个条件就是成交碰压 这个四月份有没有呢 没有 完全没有 那就是说 经过十个星期的中期反弹 是可能已经步入 一个反复不明的形态了 它既然没有大成交 就不是中期升浪了 现在只剩下两个走势 一个走势高桌持续整固 有条件这样 第二个回头 现在很明显就是回头了 好了我们继续 这个三千多点的环限局面 到今年一月份开始爆破了 跌穿了 那今年的高位是一月四日的 二万一千七百九十四点 一月四日为何我记得这么亲密 我只不过是我生日 我生日那天就传言最高指数 好了 讲笑而已 大家要留意了 现在关乎到五六月的走势 那些我要讲 就因为那些是造就了现在这个局势 如果不讲那边 现在发生甚麽事 我怎样讲你都不明白了 我讲完我就讲这边了 这边是起肉体 由二万一千七百九十四 一月四日的高位 跌到去一万八千二百七十八点 二月十二日的低位 是跌了三千五百一十六点 好了 跟着反南方上去 二万一千六百五十四 四月二十八 格局是这样 那这个是什麽大家知不知 双顶 双顶 是跨季度的双顶 这个这样的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份 组成了这个双顶 其实中间含了一个意义 因为第一个顶跌下来 不紧要 因为这个是二万三千四百二十三 点伸延下来的跌下来的 是接下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下回升 过不到这个就不了了 过得到的话 自不然就是先低后高 这个就可能是今年的低位 但是过不到就没办法 加上现在跌穿 十二十五十一八千四 第一这个可能是双顶 往后的指数 要突破这个顶 再突破这个顶 有很大的困难 只有顶要攻破 都已经不容易了 出现两个顶 更加难 而关乎到哪里 就是这个东西 把这些东西再推上去 其次见得到 有些少少苗头 现在这分钟是有些困难的 因为第一 第一个浪顶是这个 第二个浪顶是这个 第三个浪顶是这个 第四个浪顶 暂时来说是这个 即是现在有四个顶在 第一个顶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顶不是一个 弄多个来看 即是跨栏 你知不知 一个栏跨已经很难了 你要跨四个栏已经不容易了 而是第一个栏 这个栏 这里摆在那里 再这里摆多个栏 这里摆一个栏 你跳一个栏多容易 这里两个双顶 你跳双顶 你会这么容易 你试试跳一下 文流常流行不行 两个栏 隔开尺多 你跳下去 你都这么容易跳 很简单 即是说往后的市 第一个条件 你一定要突破这个栏顶 突破不了这个栏顶 那就麻烦了 为什麽呢 我刚才提到 今年的波幅只有3,586点 这个是不够的 为什麽呢 去年的市 整年的波幅是跌了8,221点 2014年全年的波幅是4,224点 是升的 2013年是4,682点 是升的 2012年是4,662点 是升的 这三年的波幅都是4,000多点 都是向上岸 造就了这个大升浪 但原谅A股爆高 那我没办法了 但这个港幅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今年的波幅一定不止3,516点 我估计有4,500点 甚至估5,000点 我又不当有8,000点了 好了 如果是说有4,500点到5,000点的波幅呢 那问题出来了 因为呢 假设这个是高位 现在不止了 现在才是五月份 还有整大半年了 如果往后没高过这个指数 就很麻烦了 因为这里只有3,000多点而已 我现在讲4,000多点波幅 就是说还要在市底 这个市底 这个商顶摆在这里 反过来 如果说这个是底的话 市场怎么上去呢 那上面的顶呢 你能看得到的 你不是加5,000点上去 1,8,000点加5,000点 2,3,000点好未 已经看完了 即是上面呢 等于骚轻那样 你有多少砂码 骚轻了上体面 看通了你 但下面呢 看不通 所以变了呢 现在呢 不是说 times 重仓 坐仓的时间 首先来讲第一 如果你讲的是五穷六柱 那算数呢 由4月28日 开始 如果这个是中期的跌落 我估计呢 大概有六到八个礼拜 很简单的嘛 市跌了十五个礼拜 反弹十个礼拜 就跌回八个礼拜 即是这样 跌了反弹 再跌 这样而已 时间上是对的 那就是说 由4月28日 开始伸延的跌浪呢 浪底呢 会在六月中到六月底出来 多符合五和六绝的 那问题就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市会跌多少 那我们先拿到箱颈 或者先拿到这个高位 然后再看 调整的幅度 到底有多少 由于 在六个交易天之内 他说恒指已经跌穿十天二十五十一八天呢 老老实实 我跟你说市是无事的 你放心吧 买了 不要紧的 你都不信了 市必一定呢 的市呢 就算有莫及反弹呢 就算你过得到五十一八天先呢 那些人买 加买了 买货的了 是洩气的了 因为呢 很多南贼股的走势呢 其实来说呢 都是跟大市是有少少 是脱截了的 看看南贼股的平均那个表现是怎样 拨打的 大家看看 这十一只冷藏呢 占了含指成分呢 六十二点九二个不止 那些大铃不清呢 含增至少根本上就高额性 還有很多藍醜的 但是成分比重很小 100%0.幾%不用看了 先看這幾個反法 先看不升的 怎樣不升呢 這幾個不升 為什麼呢 內銀其實全年的增長 1%都不到 除了3698個銀行 招行有6幾%之外 交往或者會多些 但是其他銀行根本上沒有 為什麼國有銀行增長這麼慢呢 因為它有社會責任 它要照顧中小微期 還有它那些貸款對象 全局都大型的國企 國企什麼環境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隻就沒得還 拖著先 問題就是債轉股行不行呢 我想頭頭都應該沒問題的 因為一定是有一些是比較優質的 它才會被債斷股的 真是不行的 朱尼你都沒用 好老實說 就要看過以後的經濟 但是現在放在目前來講 有個很大的問題 三國伯伯這隻 就是阿爺過去這幾個月 是不斷新增貸款的 未來還要再減息 還要再下條銀行准備金 每下條半個百分點 代表接近七千五到八千億的錢 是放出來的 放出來當然是借出去 通過這些銀行借出去 好了借錢對象 如果是一些很實力的企業 真的有的話 你根本上不需要借你的錢 但是一定有得還 最好借錢借給有錢老 一定有得還的 不過有錢老 你要去借你的錢都可以 利息計算數先 千元不要貴 不要超過兩厘 兩厘你覺得很貴 因為根本上不需要借 為了要維持貸款的質素 這些客人不可以放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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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根本上就沒得賺 好了 你要維持增長 跟股東交代 你要借什麼呢 你要借給其他的中小民企 包括一些國企 事實上他亦都有這個社會責任 他們的利息是會多些的 可能八來九來甚至雙位數字都不頂的 不過這樣未必有得還 可能真的無得還 所以它變成撥秘是不斷要提升的 最近去到最後除了債轉故之外 還講撥秘的覆蓋率是減少幾% 讓它鬆動些 有多些錢可以再借過 但問題你借給哪些人 借給那些中小民企營商環境更差的 除非經濟在第二季白板寫好 第三季起飛當然無所謂 好像早幾年那樣銀行賺大錢的 誰跟你借誰都一樣的 但是現在這分鐘不同 為什麼我剛才要看A股先 因為A股去年蒸發的財富 這麼多萬億其實我已經很保守的 當然不止了 做生意那些億多資產那些 可能流動現金得千多萬 千多萬它可以長期配置 一借借夠億多元 擺大七倍八倍十倍 升硬的 但問題就是升那下財富增生是很重要的 是百百分之幾十萬億去到七十萬億 其實那個根本上就是頑丈來的 到一跌下來 不是你想計算就計算了 你一百萬買一千萬股票 一千萬股票一個停板 你那一百萬就沒有了 但是那些貨還未沽得出街的 第二個停板都未沽得出街 到第三個停板開始沽得到 那你死了 你一千萬沒有筆單子 你還要再吐 那就賣田賣地 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那些資金是流動的 是做生意的 你現在輸了一百萬股票 你還要再挖錢出來 那不是你一個人這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你又慘不慘 所以近期經常聽見那些人說 我們做生意經常收不到錢 就是這樣 A沒有得給B B翻不到C C沒有錢給D D翻過來就給不到A 資金緊的 因為財富蒸發了 好了 股市是這樣 經濟是這樣 那你想一下 那些內銀股有什麼法子太好了 你現在這些內銀股 你禁不禁個機構 距離歷史低位 不要歷史低位 這個網的低位 差多遠 好少而已 幾個百分比 七零息八零息 如果真是這麼高息 這麼好的人 已經數到七彩了 為何會這樣呢 僅有原因 好了 再講兩個壽險股 他們收了很多保單的資金 有些人買一些企業債 收不收到錢 我不知道 希望買到好的公司 但是一部分的資金 是要賣A股的 A股現在多了沒有 2913收市 它有2000多 有3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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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4000 跟政府維穩出些錢 但是現在2913 那就是說 帳面上全部開市 你看平保和中銀售業績 就知道了 首位的投資收益 為何不好 是A股 那你剛才收益不定 你的股額怎麼升呢 你看看它的股價 距離低位的錢 這隻距離低位的錢 很近的嘛 這隻要好些了 都只有四個多元錢了 這隻 好像過兩兩元而已 那這兩個擺塊佔了 恆指21.4% 它不升 大市根本上沒有氣候 不要忘記說 它們的後面 還有很多牛洪 還有很多衍生工具的 它動就這堆動 它不動這堆就沒得動的了 對嘛 至於廣交所是漂亮的 160元反彈到上至805元 但這個反彈已經25%了 有些人說深港通 我的看法呢 我問你們的看法 深港通的市會不會大好呢 是吧 都不用我多說了 不敢說不好 但是 應該不會大好 第一 為什麼呢 財富蒸發了 第二 就算是通 因為深圳和護士是兩件事 護士就買大價股 深圳是炒那些小價股的嘛 下到香港 不是炒到飛行之城 不是關你指數 鬼事 是不是 方者 要下來的人一早就下來了 那就是說是會好 不過不會大好 接著你說呢 升多了 升多了 這個純粹是反彈 不是中期升浪 至於一步長和呢 就沒有辦法了 大勝軍阻擂了 或者去到自己還有些問題 有些收購有些問題 不過我始終認為呢 去過歐洲的電訊業務 和銘售業務呢 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時候 一定會重複資產 但是呢 沒有什麼用 時機不對 為什麼呢 電訊業務就算好得好呢 現在已經是向下行的了 那說銘售業務 可能就會好些 因為看歐洲的經濟啦 但問題呢 現在Husky Oil呢 已經是走出了最好的時間 因為早幾年前 一百多元有的時間 Husky Oil是欠了很多錢的 現在有四十幾元一桶 都說了 至於環球的港口業務 和別照了差不多十幾個巴仙的 很大的 但是問題 那個營商環境好 經濟熱的時間 那當然好 但現在你看見 只是香港的轉口都一直跌著 需求慢 需求慢的話 你只看這隻就可以了 如果是好世界的時間 這隻還不飛 現在這隻什麼價錢呢 因為現在運力過剩 你只看波羅的海指數已經知道了 即是說呢 以前的需求大 運力滿足不到的需求 那些運費就持續上升了 發生到共產業 大家做船 做得來市已經轉債了 市已經轉債了 現在運力過剩 運力過剩 運力過剩 就是航運價格 不是下跌 所以由下跌到它來講 刺激都不是那麽大 就是這麽原因 這幾個板塊都不是怎樣升 看這幾隻大藍酒 匯控又怎看呢 老老實說 由四十四 四十五元反響到五十三元 其間大部分時間在四十八四十九元 到現在都是四十八九元 是吧 那你想想 現在沽匯控那些債子又是虧錢的呢 你便認為呢 我不相信每個四十五元回來的 這個匯控是大部分時間 是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早幾年一百元那些我便會講的了 即是說呢 現在沽匯控呢 好老實說 現在你說賺錢你都不會出聲 因為身邊各個都輸少 包括我再說 你賺錢你很討人真 是吧 千萬不要做些討人真的事了 是吧 賺你都不要出聲音 那我賺沒有啊 我都和和哥哥哥 我都很慘啊 都輸多少的 賺你自己知道好了 賺錢你可以大大聲 匯控教你千萬不要大大聲 真是很討人真的 因為呢 匯控為什麽呢 他過去呢 就收購北美啦 收購歐洲努務呢 資產不斷膨脹 那經濟好的時候呢 以萬億的市值呢 只要自然增進呢 那裏已經千億千億的營利回來的啦 但是金融開銷之後已經小牌了 現在不斷出售那些海外有多個資產 發展回這邊的業務 但是現在最慘的是什麽呢 連香港業務都走下去了 你看這個季度的業績 大部份命令來自哪裏 來自炒房 就是跌領率 那是自然增長的 這個是一個人優 那加上呢 匯控呢 有199億股票 接近200億 那利息呢 你今計一下 一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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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毫一 等於四元港幣 就是一年派息派800億 賺錢多的時間呢 派了就無所謂了 會很一向讀好的 但是如果賺不到那麽多錢的時間呢 他的利息派不到那麽多的 所以那些早前呢 已經說呢 今年會凍結人工 他應該看到一些數據的了 但是呢 可能遲些 叫做第三季 我們才知道 但是 現在這分鐘都估計得到的了 就是說今年呢 可能那個派息呢 會有少少收窄 所以你看現在的家 哇 有成百里息好啊 不是的 賺到尾可能不會賺到那麽多 那這個呢 就是規了很多的表現 況且呢 他的增長期 高增長期過了 等於內涵高增長期 過了的了 已經過了的了 那至於油價不能爆呢 那些油箱沒有說一些違約的話 這個是一件好事 因為二月到五月份是高風險的 如果油價在三十元一桶 在阻止水平呢 有不少油箱呢 是資不計債的了 就是那個錢沒得還 那就要write off的了 這個要撥避了 那數價很大的 但是呢 起碼幾千億是那個美金 那不是一根背了的 渣發為什麼跌得這麽厲害呢 兩個原因 一道 藍黃的業務走下坡 第二 它有很多商品的貸款 現在還不到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200多元跌到幾十元 那匯控呢 我想呢 有波幅沒有勝負的了 好了 第二隻穩陣些的 941 941業務很穩陣的 那個公用股來的了 以往941為何百多元一股呢 我想以後都很難見得回 因為當時呢 它在山頭設立的輻射塔呢 就可以覆蓋五十公里 大量吸收龍村的用戶 那個用戶人數就多了 每月幾百萬幾百萬幾百萬 但是平均的阿托呢 它的月費呢 是會拖低了 不過不要緊要 量大就行了 它現在有百億個用戶 那麼以致來講呢 它一年的現金流呢 已經超過一千一百億 很穩定的 你不需要擔心的 不會跌得太多的 那就是換錢加的意思 不過這樣 量戶人數沒有條件加 你由一億二億三億三億五 三億八四億 是高增長的 中國只有十幾億人口 你拿了八億五千萬元 那麼聯通就拿些 中電信又拿些 那麼我猜猜你都不會有二十億人 人拿你的電話 只有十四億人而已 那就是說已經見得了 人戶人數見頸 剩下來 看看你的月費的收入 能不能上升了 不過現在呢 聯通和中電信又差了一份 減價 所以呢 沒有問題 就是第二隻呢 有波幅 沒有聲幅 有反彈沒有大聲 那這兩隻已經佔了 已經成分了十七點九二百分 好了 有波怎麼看呢 有波沒有的 就算你銀聯卡 不錄卡 不准 不可以做內地的單都好 但不要緊要 亞太區其他地方呢 他都的 新單的增長都很快 尤其是美國 歐洲啊 日本啊 全世界增加銀子 那些錢沒有定去的 好老實講 最終來講 他的新保單 一定會持續增長 不過這樣啊 現在僅僅是二十四倍 試用率了 南投的平均試用率呢 是十倍而已 十倍多些 你看我這裡寫著 他已經二十四倍了 你還可以給他幾多呢 好了 最好那隻哪隻呢 當然是騰訊 超高價 但現在僅僅是四十三倍 試用率 是大行的報告就說呢 他手遊的用戶呢 他收入越來越多 保持一個高速增長 就算廣告收益下降都沒問題 但我看法不是這樣 因為一路都高速增長 所以呢 給四十幾倍的市民率 但只要一個季度 或者兩個季度 他的增長呢 稍為放慢啊 不是倒退 是放慢而已 但是市場立即給的市場率 可能只有三十五倍 那這個已經夠了 你好像萊衰股啊 博藥啊 康師傅啊 那些過往給多少市場率呢 三十幾四十倍的 現在看多少 二十幾倍而已 為什麼 不是需求有 需求還是有在這裏 但是放慢嘛 就算需求輕輕放慢也好 以往我給40倍的市場率 我鼓力高速增長嘛 你的增長 我鼓力這麼多的時間 我給不到40倍了 我就給35倍了 再看多一份還不行 我就給到28倍了 市場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股份 是高速增長的話 不要緊的 市場比的市場率是高的 既然舊的陽光就是了 但當天他的新業務增長 稍為跌 他沒有二十四倍市場率 他只有十八倍而已 那你股價就要跌了 所以大家要糾性了 就是說這三十四點八五個巴仙 成份股呢 未必會大跌 但不會大跌 那你六十二個巴仙 六十二個巴仙 六十二個巴仙 九二個巴仙 成份股當中 只有很少很少 其實不是很少 只有一隻 叫漂亮些 其他股份都不行 那你的股市怎麼升 這個是很實際的問題 好了 如果你南投股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就是說以後整個大市 是會處於有波幅 沒有升幅 有反彈 沒有大升 這個已經是最好最好最好的估計 沒有大升 希望當然沒有大跌 但是市場還有很多錢 這些資金是會 找機會做事的 大家講直播率 當市跌了五千一百五十四點之後 除非你再怕會跌了五千點 如果不然跟著兩三千點反彈 有積薄率更好 但是當它升了三千三百七十六點之後 又沒有停交 那難道你坐上二萬六嗎 問水些 你看這些股份升不升 這些股份不升 怎麼上二萬六 那就做蛋 不簡單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看 看得太複雜 看個市 無論你說看好看淡也好 首先找些理據 支持自己看好還是看淡 你看好一定要有一個先決條件 否定你要增長 這些股份升 這個是首要條件 這些條件升了 這些股份升了 條件好了升了 才造就了指數上 成交才會大 如果指數升得來成交少 就是這些股份的盈利根本上不相配 只是衍生工具和技術上回補 現在市的上升 不過是不謀陪兩個理由 跌得多有個技術上反彈 跌得深有個技術上的回補 就是這麼簡單 不會說好事這樣 爆破二萬五千年 突然間大軍殺到頓兵犯犯 不是說將來不會 暫時不會 今年的市 最難看的地方是甚麼呢 港幣是很多 資金成本又便宜 就算美國再加多次息 我都不怕 因為聯邦基金利率 現在是0.25到0.5 加多四分一利息 0.5到0.75 又不幾大件事 況且都沒有條件加息 因為國債18萬億 加四分一利息 就給了四百多億 你就加了 它慘過你 還有現在呢 還有一件事 它在南海這邊 有很多軍事部署 現在每天那個軍事部署 使用的清真上天文數字 錢哪裏來呀 就印喔 那就是說 如果一路搞下去 又Q以放 Q方 一定Q 他說一定Q 他說不可口 不Q就斬他頭 大家撿著照片 我看法和他一樣 我看法和他一樣 因為呢 D1開始呢 有一個叫做量化貨幣政策呢 其實已經是不歸路了 因為過往那麼多年是沒有的 經濟好的時間就好 經濟不好就不好 機業領利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市場自然是淘汰來的 但是呢 自從有這個所謂的 量化貨幣政策之後呢 不跌了銀子呢 就是造就了你資產額格 只會上升 不會跌 包括香港樓價都是這樣 因為現在的工庫利率 都是兩年多而已 樓價今天是會輕輕跌倒少少 但是有兩個成本沒有跌到的 建築成本還是四千多元一呎 你想想沙中線 港珠澳大橋 西舊那個項目 多少工程都在做 哪有這麼多建築工程呢 建築成本四千多元一呎 發展商的利息兩千元一呎 只是這兩個數目加起來的成本都六千到六千元一呎 這個不出奇 但是呢不會好像九七啊不會沙士那樣的跌 我也都看不到美國的利息 九條件升得去哪 因為香港和美金有聯合匯率的 沒得見的嘛 那美國沒得加息 香港就算你怎樣講 講來講就批減的了 我第一次買了批減的 供十幾來的 好慘的 你知不知一九八零年的時候呢 美國的通脹很高 你跟總統的時候呢 不斷加息 聯邦基金你知不知加到多少里啊 二十二里啊 而那個時候香港加息不是加0.25的 一加加兩厘的 兩厘的 一加加兩厘的 你覺得不得你害怕嗎 十萬元放在財政那裏啊 一個月收息收1500元的 甚麼都不用做的了 我打工就1600元 坐了十萬元就放到 不上班的了 不用上班的了 講笑而已 怎可以不上班 那你想一下 你現在的食點可能加那麼高 是吧 即香港根本上是水浸 大塊錢 所以呢 在利潤沒有條件大幅度上升之下 建築成本和地家 和那個發展商的利潤 計程度呢 樓價根本上不會大跌 至於你說叫得高的 就買回帝子樓明明三百五十萬 鬼整個人家賣三百萬一隻 你又叫到六百萬 你真是熟了地 我有時是深水保鑑 不好意思啊 很多人是深水保鑑 我都會講的了 講完我房子出街給你罵一件事 那些那些四十年的樓 四百五十尺恨足面積 標價五百五十萬 四十萬 四百五十的建築面積 的實用面積 只有二百多萬 它比西九更高 只有五百五十萬 我想會有價格的 看見它這麼好 人家說五百二萬給你 這樣 你買了你就真是 那一場樓我想十八萬買回來的 即是每句話來講 這些樓會跌的 當然要跌 那些一級豪宅 買三萬四萬五萬一尺 現在水緊 沒錢 沒錢就要跌 你要賣當然要便宜 就算你便宜到三百一尺 我都沒有錢幫你買 一層樓三億五 我都傻了地 那怎樣買 那些就要跌 但你普通住的樓 好 你根本上是 現在價錢是浮這樣 在股市是復度 還有一絕人 會有個風險 就是說 在二岸三岸 財仔借錢買樓 那些就有風險 跌八個百分 你就已經是負資產 因為你的成本很便宜 但如果你拿三成 拿四成的手錄 出去買樓的話 給它跌十個百分 已經很溫水 還有香港真是很大的光性需求 那為什麼股市這樣跌 就要快些扭租 就是這樣 二萬八千點 拿一萬二千米的尺 一萬八千點 拿一萬二千米的尺 為什麼呢 尊頭就是尊頭 好了 差不多了 沒有茶 很好喝光啊 楊先生 剛剛回來了 有 好 好 好 送客 有 三萬二千米的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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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賺 快點 小君 大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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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覺得是有大問題的 不升得那麼大 因為他們的老闆是成績的 大家放心 但問題就是 不過 高速增長 盈利高速增長的時機過了 我記得溫總的實際上都說了 內銀股賺錢實在太容易太容易了 真是很容易 錢是阿爺給他的 他借出去就收10厘 18厘 收多少厘 總之是完全沒有風險的 但現在不同 現在完全不同 好像三三二三那樣 中國現在只欠銀股賺了1900億 怎樣還 是吧 所以大聲就無望了 幾號子的反覆上落就會有 有這些內銀唯有拿著來收息 我都給不到太多意見 我自己都有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人有寫問題 只可以加出來的 採取時間 趁郭Sir在這裏 深深和大家解答 好 這個先生就問郭Sir 我爲什麽連續8日港股通流入 但是港股不停地跌呢 有知有錢就入來港股 但是港股又跌 但是錢就入來港股 但是港股又跌 可以推動到整個市場 你想想每天來的錢幾多錢呢 有條數封頂的 但是我説市如果真的要有一個突破 是説千億的成家 不是一百億的資金 現在的市民已經是沒有了 好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沒有 好 各位 那邊是否有子弟進來 好 等等 好 阿關 小姐問 你估星期五反在一八零九點 我問你 星期一港股怎麼看 反啊 因為港股在上個星期四 仍然是二萬一千六百五十四 到昨天去到最低二萬五十八點 其實已經跌了一千五百九十點了 六日了 是有少許急的 況且指數也都跌到四月八號的低位 二萬零四十五點 那除非突然間有黑天和黑天 如果不是去到兩萬點的關卡 不會說撞穿就撞穿的 我想會抽一抽上去 看看五十元一百天線 反彈是有大幅度不會太大 但是這些反彈你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真的好像騰訊的話 你不會再去買騰訊 是 好像回報那樣 升幾毫子 或者七毫子八毫子 其他差不多升些 那指數已經升至三八點了 捉不到的這些 捉不到的 但是那時候會有比想反彈 好 那這個呢 就問緊急流問題 葉先生問你 他到處水浸 到處那本土都是跌的 那錢是不是去哪裏呢 是啊 我都不知道 我一天接銀行的電話 想借錢給我電話 這個事情就是八點一件事 銀行呢 他是想放 他選人去放 但是問題就是 在現在這一刻 到真的可以放的時間 他又不敢放 因為電商環境不好 你看看香港 我會講講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那些錢 好像 不在這裡 這些錢是賣去上層 例如好像 阿里巴巴巴早年 他想融資五百億美金 兩天不夠 敷了 有些人想借給他 他說不行了 我已經借 你爆了 你來遲了 你早點來我都還要 我的額到了已經 捉去借 那些錢是多到成這樣 但是問題呢 中層呢 或者下層呢 實體經濟呢 那些錢到不到位呢 是不到位的 好像內地這樣 你問那些朋友在那裡生意的那些 收不收好錢 收不到錢 收不到錢 你收不到錢就沒有錢給人家 人家就收不到你的錢 但問題就是 早前這樣 商品市場 炒 炒得多厲害 二千億 二千億這樣 拋了下去的 那些錢哪裡來呢 就是說那些錢 停留在商品市場 金融市場 對總基金就好 基金就好 在那裡運作著的 只會越變越多 但是中層呢 已經好疏落 下層做工業 做實體的那些 根本上是上錢的 量化貨幣呢 就希望將這些錢 通過一個制式 拋到下去 實體經濟度 讓商環境好些 但實情的結果 就不是這樣 還有 香港的環境都差了 香港呢 這麼多年來 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是靠什麼呢 靠旅遊 金融 建築 還有轉口 這四個行業 你們做的工 我做的工作 什麼都好 走不出這四個行業 全部都是這四個行業 包括酒店 餐飲 零售 金融包括銀行 我們 基金 受染公司 轉口就包括工廠 工貿 出口生意 建築又不用說 樓房地產 還有一些建築工程 金融之西九 廣州大橋 這四個範疇 過往呢 就算一個不好 其他三個好 無私 好像八七年故災 很厲害 三千三百五十點 一個不小心開出來 一千八百點 你知不知道 殺傷力大到多重要 那時候錢大 一家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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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磡 黃埔花園一千元一尺 你買一家一千尺的樓 你有沒有住黃埔的 有嗎 沒有 沒有 我講完了 譬如你買第五期 那時候七百八十八尺 八十萬而已 就買到了 一期八百五十九尺 都是九十萬 二期很便宜 猜了之後 我去看那裏 三百六十九尺那些 就是四十五萬 二期大概是四六九 四六九 就是四十幾五十萬 六百五十八尺那些 大六十萬左右 很便宜很便宜 當時建築成本 一樣一樣便宜 錢大 但是股市這樣跌 是輸很多人 不過這樣 旅遊很厲害 那時候 大把遊客來香港 而且高消費 而且還有 那時候內地開放 所有的工業生產 去到內地 你收的單 就是美金 你就發達了 你給的成本便宜 那些工人 百多二百元一個月 工資 那麼生產成本又便宜 你單價又高 做工業那些人 誰不一通通賺回來 那樣好 那就轉口出口都好 那就是說工業 或者旅遊業 這兩個範疇 已經拉動了整個經濟 建築業就平穩 你只是金融業不爭氣 金融業當中 只是股票跌 銀行都有水浸 沒事 所以九零年 又再飛過 九七又再飛過 就算你去到沙士之後 一放自由泳 經濟又飛過 但是現在 旅遊業不行 更加下來買東西 你踢人家的箱 就踢人家去日本 去東南亞 一定要來你那裏 好了 還有 那你那些工業 生產成本越來越便宜 以前三百元人工 現在三千多元人工 剩下勞保 請個工人要五千元一個月 都一萬個工人 一個月要多少錢成本 你不計一條數 富士康 我們做iPhone手機 他做的 窮到窿 你知不知 四十萬個工人 你不要計別的東西 只是計出糧 都出糧 所以這隻工業 你都不要鬥 好了 工業不行 全部去到柬埔寨 越南 人來那裏生產 你出口都放慢 還有其他出口放慢 有其他出口去填補 但是呢 你不是說以前那樣高增長的時間 至於香港轉口更加不用說了 人家又圓田房 現在從草原巴掂 又少了 旅遊不行 轉口不行 剩下一個建築 還撐撐撐撐 大家夥 那個工人工大橋 那個島裏便宜 喂 下面那些淤泥 你起光它 你才撐石 你才填 你才填 人家都知道 不一聲都放下去 放到重重 越重就要飄 越重就要飄 一百號封口 飄得更厲害 那你怎搞呢 主要你那個西九 現在叫做靶板 成頭煙 總之 就是每一個行業是可以的 所以呢 阿成波說 香港呢 是二十年來的 最差 我可以跟你說 他很客氣 我早前已經跟人家說 你們不知道覺不覺 錢和資產價格 當然是不可以相提定論 但是現在的環境和氣氛呢 好似七三七四年 奏到奏到 那樣的感覺 你是轉不到身 那隻的 有層樓都說沒有 撕下撕下 那些很慘的 但總之 要講我一筆報 不要這樣傷心 這樣炒我們 要趕著set 是不是我們 我們講一下 那些財金問題 有人想問你 看看人民幣怎麼看 看你港幣真是越來越貴 人民幣怎麼看呢 其實我自己看這個問題 如果你真的要維持穩定的增長 要靠出口 那些問題是需要變的 是需要變的 不過問題就是 中國經濟呢靠出口 靠內需靠固定投資 那現在呢 出口呢 就算你人民幣扁 不是代表出口會回升 因為歐洲窮啊 人家窮啊 你不是便宜些給他就要啊 那就是不要依賴出口啦 那變了呢 就要靠內需 和靠固定投資了 如果這樣說呢 人民幣穩定就很重要了 因為人民幣得扁 那些錢就走的了 那你要內需 你起碼都要維持貨幣穩定啦 錢才會回來的嘛 嗯 所以這個論點成立過的呢 人民幣匯率呢 是不會跌的 那有朋友呢 想買人民幣的高息債 那這個直播率 你覺得高不高啊 那高息債當然沒問題啦 他用誰買咯 但是我覺得呢 如果你是資金是 就是 不是太多出路的話呢 你買人民幣高息債都沒問題的 不過 哪個發行的就很緊要啊 要看清楚啊 好 那另外葉先生 他是關注到內地方面呢 債務唯一的問題 和影子銀行等等這些的問題呢 不斷去到投影物呢 會不會在近期爆發 其實這個問題都不是近期的事呢 過了這一兩年都在講內地的銀行結方面呢 存在著不同的挑戰啊 那接下來又能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呢 其實呢 問題是有的 如果不是有這些問題 浪銀股怎麼會這麼便宜呢 沒錯 不過這個問題會不會爆呢 我覺得都不會爆 因為呢 不要忘記喔 中公建就最多 但是他老闆姓閘的嘛 他不讓你爆 那你不要講 是不是 但是呢 這些問題呢 始終還沒解決的 所以現在初步呢 就希望呢 由債轉股了 然後慢慢慢慢去過渡 但是股價呢 現在正在反映這方面的因素 那主要說 其他的商業的發行的債呢 就很難講了 真的很難講 他本身發行的債呢 去做生意呢 如果賺得到錢的 就收回那個債了 但是問題就是 他拿了 借了你的錢 發了債給你 他走去做其他生意呢 現在虧蝕了嘛 或者資產價格下跌了下來嘛 或者去做一些油 或者做一些其他商品 那你變了 他的還款能力是弱的了嘛 所以 還弱的事件呢 我看打後還是繼續出現的 好 那我講完兩人之間 有朋友想買國際銀行股 就是匯控5號 那他就說你自己 62元買了 說現在我現價做48個多 匯然痴癌不少價的了 問應該怎麼做 其實匯控免的問題都不少 最大的問題就是 英國脫不脫勾 都可能影響回匯 那怎麼看匯控呢 現在你很被動的了 62元買匯控都不是很貴的了 我陰空過你啦 我聽不出聲啦 那繼續拿著下去 就是沒有辦法的了 你62元買的那下呢 你穿了60元 你懂得說避險走的話呢 都不知名字 但是有誰敢做呢 我第一手匯控呢 就是75元的 當時環境很好的 接著72買 70買 八九都買 我買幾萬股匯控 我就跟他做大股東 很麻煩啦 你幾萬股匯控 你真是開玩笑嗎 都不是從心臟志的嘛 誰不知不夠量的 跌到67元 一一是66元 再看一看去到65元 好像不是幾對白 立刻馬馬上拿這支 都拿到圖 挖下去 敗家火 50元後下 我自己做分析 我自己都做得到 如果是4千股 我就劃止他啦 不是4千 是4萬 有理不理就先剁個3萬先的啦 現在不關同不同的事了 剁了個3萬 其實都不是65剁 講就講65而已 看一下就沽一點 看一下沽一點 沽到最後 現在沽到61的啦 很可憐的嘛 這個很老實 我不會騙你們的 把口就是天下無敵 1千6元就剁 你又知道 做給我看啊 1千6、3萬 你都不會這麼剁 不會想啊 是不是 要輸到差不多 真的不對版 你才肯剁的嘛 很痛啊 剁剁剁剁一萬 剁一萬就不肯剁了 不肯剁就錯到現在 所以呢 你來演賣盤 你很幸福的啦 哈哈哈哈 這樣說啦 好 給點耐性啦 唯有 謝謝郭Sir 今天的講座就到此為止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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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